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就發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燈籠 你看到燈籠嗎?我們先過來看看 你穿了一雙鞋子很熱 說不定不用,你站在那裡 你站在那裡怎麼拍到這兩個燈籠呢? 你拍不到嘛,是不是? 阿貴經常在那裡玩我的,很壞樣子,很懷 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講燈籠 先讓你拍一個燈籠 可以走遠一點,拿一個鏡頭 為什麼說燈籠呢? 燈籠在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裡 是非常吉利和吉祥的 很多人,我們華人,尤其是過年 就是掛燈籠 這樣掛燈籠是很賊的 只要年到晚 就調燈籠,調到晚是可以的 是可以是沒有問題的 是好的,我鼓勵你們怎樣燈籠 以及掛燈籠 所以說8月15日就怎樣燈籠 8月15日就未到 所以說,如果從燈籠來說 如果天花板太矮來說 你們就不要掛燈籠 你看我的手 我不是這樣升曬,我是這樣 這樣子 如果是用這樣的角度來看 坦白說,就比較壓迫感 如果燈籠有壓迫感 令人深深惶惑 我們先把鏡頭翻轉 我們翻轉 你看看 如果你在廳裡面 然後站進來 拍出來 你看看 你的燈籠是到我的頭很危 所以 就搞到你自己的負擔和壓力很重 你們自己就要注意一下 燈籠的東西,不是說不可以放 很多人放了燈籠很吉祥 天福天仇 我很喜歡 坦白說 如果是說你 即是說放得不對就會壞 它壞在哪裏 就搞到自己有壓力 你明白嗎?有壓力在這裏 它有壓力在這裏 你講 你站在那裏 你有壓力來講 你變成了自己人 會嚴重性 就會變成憂鬱症 所以很多人都不清楚這種東西 所以燈籠的東西 好在哪裏 好就是吉祥 還有富貴 還有有很多 之前說 好的機會 大腿來 增加家裡的氣勢 還有氣場就會變好的 變大 變成正能量 如果燈籠越來矮 又大隻又低 就會導致整個人 就會變成憂鬱症 還有 有妄想症 還有擔心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疏忽了這件事 別人吊燈籠 我又吊燈籠 別人掛燈籠 我又掛燈籠 為何別人掛燈籠那麼好 為何我自己掛燈籠不好 所以這就要看它的高度 所以它太低來說 你的燈籠不可以掛 可以掛一些小粒的燈籠 就完成了 但有些人說 小粒不好看 大粒才好看 但你要明白 你的天花板很低 你的天花板太低 你的天花板太低 燈籠那麼大 就變得你看到很矮 你看到我的樣子 很壓迫感 所以如果我們在門口這裏 我們這樣看出來 你真的你看一下 你站過來這裏 你看一下 你走遠一點 你退後一點 你退後一點 你看一下 是不是你看到司令幕 拍到司令幕 所以你看一下 這樣的樣子 是不是很逼 所以大家要記著 如果是長期這樣 會搞到人 會壓力很大 自己要小心 要注意一下 吊燈籠小一點 無所謂 一樣是吉祥 和富貴 要記得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後會休期了 我們下次有什麼 我再教大家看風水 拜拜